能看我现在想阿宝吗 欢迎收看妙在苏州 今天老妙来到了金语成老先生 也就是繁花原著的作者的家乡 李里古镇 李里古镇其实是在苏州和浙江之间的一个古镇 它是属于苏州的五江区 李里古镇出过很多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 像教员的老师柳雅子先生 还有像二战以及抗战胜利之后 在东京审判的时候 中国出席的国际大法官尼正奥 都是李里古镇这边的人 李里古镇的平面图 很典型的就是一个 中间是一条河 然后沿着河两边去建造房子 东升堂就是第一个来李里的宋朝 宋朝近视吧好像是 最重要的民间文学社团 像在苏州上海附近有很多的以李为地名的 这样的一个小古镇或者小村落 按照过去来说五户为林 五陵为李也就是差不多25户人家 会组成一个有自然边界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居住群落 所以这些地方叫做李里 李里古镇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美的江南古镇 而且商业化其实不是很严重 但是古镇商业化这个事呢 也分量说古镇本身就是在古代 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地方 因为它有浙江和江苏各种地方过来的 这样的一个货物交换 如果没有这种货物交换 其实是形成不了我们所谓的 现在的什么江南六大古镇 你看周庄以前是沈万山在做生意的地方 同里西塘入职 其实都是一些因为商业形成的 这样的一个居民俱落吧 江南古镇呢各有各的风味 但是整个古镇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 就是这样的一个弯口 大家可以看到在像平江路 或者周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弯口 这边应该就是原来的码头 上船的地方 然后背后是驴船苑 这边是三大特产 油炖套唱垃圾状 今天只有肉的 今天可得做分手啊 有什么 五块压的一大 五块压的 油炖套唱垃圾 好 好 也这么说的 对 来的 那像苏州市里面的油炖团子 要来尝一口吧 我买的是咸的 老老其实不大喜欢吃咸的 嗯 里面大头肉 外面是肉 日姜 做这是皮 好 还有这面粉 香 这件事是厘里比较老的一下 要做垃圾爪子的 这条条 我现在不能吃 他都包着蒸 这套店 这套店 托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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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角和套餐已经买好了 其实像苏州很多的小镇 都有各自的特产 然后汇集到猪猪城 完成一个本地美食的一个基础吧 像里里的辣角 平旺的辣酱 对苏州其实有本土的辣酱 叫平旺辣酱 我们如果去吃养肉的话 有些老店其实还是能够看得到 还有像昆山的咸菜 鹿制的酱菜等等吧 一系列 其实每个古镇 每个小镇都有 各自的一个特色吧 今天给大家简单拍了一下 繁花园作者金宇成 同年的这样的一个居住地 也就是我们苏州吴江区的 林里古镇 老边觉得呢 其实像这种古镇 街坊林里区经常住在一起 经常沟通 那种市井烟火器 最终才造就了这么一股 繁花这样的一部 非常非常好的 以上海市井题材 或者说武女区的这样的一个 画本体的这样的一个小说 非常美 如果你喜欢老苗节目 记得点赞关注收藏 一键三连 必要在苏州 必要在苏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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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